王菲的《我愿意》、《新小琪的味道》、 肖亚轩的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、 刘若英的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、 这些流行歌曲均出自同一位此作人, 她就是台湾著名音乐人姚千。 7月14日,姚千带着她的新书《我们都是有歌的人》 来到重庆经典书店与当地歌迷唱聊音乐的故事。 在上世纪80年代初,台湾流行音乐鼎盛时期, 20多岁的姚千开启了她的唱片之路。 她曾先后在海力唱片、心力唱片、 北京唱片工作,从最初的写稿、打杂、陪歌手录音 到后来的策划制作专辑,姚千发掘培养了众多歌手。 她创作的歌词也留存几代人的青春记忆。 在新书中,姚千聊自己的歌,也谈别人的歌。 她告诉记者,现在的她更加是一个音乐观众。 在姚千看来,好的音乐作品一定是诚实的, 而且应该贴近歌手个人形象。 她说,比如肖亚轩的个性里就有潇洒、阳光、动感。 她的歌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这些特征。 姚千指出,从唱片时代到数字时代,歌曲无限量供应, 把一首歌当成一件作品,仔细阅读的时代已经过去。 但她还是希望,如果有时间,大家能够进行深刻阅读。 不像以前,买一张唱片,我要从很多里面挑一张来买, 后来之后,只有一首歌手机,现在我要慢慢认认认认认, 因为我终于把它拥有这个专辑了。 而现在随手可定,造成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, 也许看看书,做做报告,上上洗手间,微信就过, 好作品我们其实存在,我没有发现。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,慢慢失去所谓深刻阅读的, 音乐上深刻阅读的习惯和难力。 战别唱片夜后,姚千并没有特别失落, 快60岁的她一边旅行,一边写歌。 她告诉记者,一年中自己会有至少两次长达三周的旅行。 此外,姚千也会关注夜内一些音乐节目, 尤其是她曾经合作过的歌手参与的节目。 我看的话,大部分都是我以前合作歌手的比赛, 所以我就看了几次歌手吧, 就是林依连跟李文那两届我就看齐了, 因为自己的以前合作人在上面就会关注一下。